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定期定额操作波段操作哪一个比较赚 请教四位来宾 首先要请到建议老师晚安 主要好 大家晚安 台股叠够了没 今天请教魁国老师晚安 主要好 大家晚安 还有一个半月 进入二零二五年 AI的新机会在哪里 请教明镇晚安 主要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满手套了的债据ETF怎么办 等一下朱约中老师会加入我们的行列 台北股市今天台积电拉回 都在平盘之下 扎上了全指股 今天没有表现 鸿海法说之前 在今天也都没有动静 指数一度下跌了240点 尤其今天传承股的塑化族群 卖压最重 索性 电子族群当中 各股点放BBU啦 散热啦 光通讯啦 还有航运族群 今天比较强的是 天上飞的航空双雄 还有散装航运族群 中场指数下跌了144点 收22715 太重要了 即将回测的是季线 量能今天4000多亿 三大我的担心 先提出来第一个是 大盘在今天再度的回跌 除了跌破了上个礼拜 美国总统大选 开票完之后的激情行情 已经跌回上礼拜的低点了 目前大盘即将回测的是季线 贵买更弱 今天接下来即将回测的 叫做年线 上一次回测年线 是8月初的股灾 这台股跌够了没呢 这两个支撑撑破撑得住 第二个是三大法人 外资 礼拜四开完票之后 礼拜五川普确定入主 白宫外资就开始卖 连卖了五天 今天再卖了254亿元 这五天卖下来 外资在台股的现货市场 卖了1158亿元 不仅如此 下礼拜三台指级结算 外资空单水位还有2400多口 目前47000多口 这个空单会怎么处理呢 第三个是外资 卖了现货 加了空单 外资也把钱给汇出去了吗 台币继续入 光是这个礼拜台币续扁 扁了4.5角 今天盘中一度的继续再往下回扁 如果台币再扁的话 资金将会怎么样的窜逃 亚洲股市今天涨跌互借 跌幅比较重的是在香港恒深指数 但我要问了 上个礼拜 大家还曾经在川普当选的一个 当选行情当中 但这个礼拜 我们光算今天礼拜四 四天 道雄回跌0.06% SNP500回跌0.16% 算全世界当中 这个礼拜回跌还好 但是 废半 这个跟我们比较相关的 这个礼拜拉回了5.36% 入股这个礼拜跌回2% 日股2% 台股3% 韩股更重5% 纷纷都已经回测到上个礼拜 川普胜选开票之前的低点了 所以第一个问题 郭老师请教您 拉了这样的幅度 台股跌够了没 我想就台股来讲 它的跌幅已经开始接近尾深了 那么甚至连台积电也是一样 它的跌幅修正都已经接近尾深了 那这个大盘即将做一个回测 所谓季线或是半年线的位置 那一旦回测这个地方 那台积电就是只是等台积电 什么时候表态翻多 那这个地方1020的台积电 它是一个头肩底的翻多点 那1000块的台积电 是一个W底的一个翻多点 那就是看这两个翻多点 就是说当台积电到1000到1020的时候 就是下一波台股的翻多区 跌破1000块钱的几率高吗 我觉得不高 因为后面的财报 每年2024到2026的财报成长 它会告诉你这个下头几率不高 今天节目我会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机会先攻23713 那是1000点的空间 这其中看谁表演 今天好好听魁国老师怎么说 但是好像有一些题材 现在都激励不起个股的表现 为什么市场在等什么 在担心什么 比如说今天两大公司的把说 先来解红海 红海今天整场都在平盘之下 下午召开法说公布了哪些讯息 首先第三季的财报 第三季营收既增 年增 而且年季双增 EPS振进了3.55块钱 三绿 两升 一降 等一下我们来看到 对于未来的展望如何 这是红海 第二个是广达 广达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 营收的部分既增 年增 EPS有4.32块钱 但是哎呦 这个不是很难看的 毛利率 营业利益率 净利率 都比上一次是三绿三降 索性合并起来前三季三绿三升 来 简老师请您上台来 一个一个来解读 先来看红海 早上大家就说红海哪里都不定不定 怎么样来解读 红海今天法术会的重点 好的 我想其实前一段时间 红海股价已经先涨过了 这个最近当然盘不好 也在那边震荡 但是我们看因为第三季 红海也好 广达也好 营收是都往上拉升 所以看到了赚了493亿 计增41%好不好 年增也是都是双位数的成长 我觉得EPS整个状况来看 比预期来好一点 唯一的比较差 就是毛利率它是往下滑的 滑到6.19% 所以稍微掉了一点点 但是整个来看 营业利益 净利益 整个营运的控管还不错 还能够维持往上 所以我觉得红海来看的话 算是比较中性一点 比较中性 中性增加一点 所以红海这一段时间 股价为什么会成为 这一波反弹的焦点 你做AI族群里面的先行指标 原因就是说我第三季的状况 说实在来整体状况OK 而且未来的展望性来看的话 我想第四季呢 包括了消费智能元件 及其他产品 激增表现强劲 云端网路或许会持平 不过整个来看没有往下掉 但是电脑终端往下滑 这是很正常 原本就季节性的因素影响 这正常 对啊 这很正常 那今年的展望 当然业绩比去年好 重点在这里 就是说AI这一块的伺服器方面 也明显成长 电脑终端也有显著的成长 最坏情况出现拉升 但是第四季是因为有季节性的关系 往下滑 虽然明年有很多的变数 不过整个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算平稳中了 不管是政经也好 货币政策也好 但是最重要是 只要AI的发展趋势是确立 不断的成长的话 我跟大家讲 GB200 以后搞不好有GB300 那鸿海在这一块领域里面 应该都受惠 还有一个重点 你们看 智慧型手机的需求量 慢慢回来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呢 中规中矩 中规中矩 应该是比较偏中性乐观看待 来股价看一下 鸿海的股价 您说已经先涨过了 这样子已经符合市场的预期了吗 今天回测月线是破的 上一次回测月线 马上站回来了 今天收盘是跌破了 跌破月线的鸿海 在今天的表现 伤不伤 怎么反映今天的财报 好的 我底下 我请大家给我放个MACD 好不好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看到 是多头没有错 MACD在临走一下 但是柱状体负值还是增加 那今天破了月线 因为大家知道 可能有些条件没有到那么好 股价就跌了 我画这一条就好了 今天我顶到有拉一点下影线 明天大家可以画 回去画一下这条线 明天不要跌破 基本上能够守住的话 就开始反攻 所以我只画这样 但是呢 我们相反的 因为市场上毕竟有筹码的因素 万一把它跌破了 你就要稍微停看听一下 停看听一下 这是红海的部分 OK来广达呢 广达第三季 行做这一款 但是前三季 三绿都比去年前三季 表现还好 这个该怎么解读呢 好的 我想第三季赚了166亿 也是计真年生 不过三绿是往下滑的 还好就是说前三季里面 它赚了438亿 年真49% EPS有11.37块钱 毛利率是三绿三升 以前合并的前三季来看的话 是还不错 但是呢 光看第三季呢 状况就没那么理想 对 所以股价呢 最近有点说长不大动 可以看一下2382 多少少 创高之后再反映说 我也在休息 这个红海长得也很像 很像 他们都长很像 但是我一样 股价来看的话 今天盘中破月线 但是它比红海强 还有拉守住 对 好了 一样 中长期的压力点在这里 这个位置点 上升轨道 仅限的位置点在这里 大概就交叉在这里 所以它的空间还比红海大一点点 对 所以回来这边 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基本上你就可以偏多操作 我想基本面看起来呢 第三季有点杂音 不是说完全很好 不过我觉得这两党各股呢 它毕竟在AI领域里面是一个焦点 因为他们先长 对 你们看最近强的是谁 因为他们先长 你看最近强的是谁 你看今天违影 6669 今天位阶点低马 突破 突破 所以我觉得说 AI伺服器的主张 要从红海广达 转到违影跟他的妈妈叫伟创 我上礼拜有这边讲过 来看一下伟创 好 维云已经动了 伟创的姿态就比他们强了 我连月线都不想去碰 所以我会觉得说 红海广达或许会呈现一个区间 但是维云跟伟创呢 可能是AI伺服器里面 组装这一块里面的焦点 好 这是红海跟广达的财报 所有上市贵企业第三季的财报 今天全数公布完毕了 简老师 怎么从财报找黑马骨 我们刚才看到红海跟广达 就不是三绿三生 你知道我们也是在这边讲 很严格一定要三绿三生 这个全去百分之十几年了 我就讲了十几年了 选择看每一季的财报呢 你要特别去留意找三绿三生 他们没有到三绿三 但是整个有些地方还不错 所以我们中性看待 但是呢 我们要很严格去看待一些东西 我选的第三季的财报个股 上半年跟第三季必须要呈现获利 你不要说第三季好转 上半年也不怎么样 虽然你有三绿三生 但是它叫转机 不见得每一季都转机 这是第一个 还有筹码面来看 最近外资要在那买发 法人要认同你 对要认同 认同这些股票 然后同时呢 第三季的财报 要比第二季 去年第三季 去年同期 去年第三季 呈现成长 哪些项目要成长 EPS 毛利率 营业利率 存益率 其实这两个应该是很像 基本上是一样 所以我们讲的三绿 是这三绿嘛 三绿要三生 所以我不是只有跟前一季比哦 我是跟前一季 跟去年同期 这两个都要符合 其实我跑出来总共有148档 有这么多喔 当然有些是刚转机毛利率还负的 那就是好转一点点 那个都我都把它删掉 那又不能看 挑出来之后 又要符合这些 另外一个呢 我不要毛三道士 我第三季的毛利率 跟营业利率 至少要10%双位数 不要擦边球 不要真的扎扎实实的好 已经回到了10%以上 我结合这些之后呢 我挑了一些又有法人买 比较中大型的个股 给大家看 分了很多类别 每个类别 我都讲一下 挑一些指标性的个股 但是呢 我要先讲了 你看财报 为什么有些涨不动 因为已经涨过了 第一个涨过了 第二个是大产业 它这个产业的趋势 没有以前那么好 我一直想说 等一下你看就知道 为什么会有落差那么大 我们可以看 这些条件很重要 你可以自己找 好了 第三季财报基础股 有没有看到 航运股一堆 对 今天很成盘 对不对 航空有长龙航 华航 台湾虎航 这个创业版 这是前三季EPS 这第三季财报 大家看一下 我没有全部把它列出 因为太多了 这是EPS栏位 毛利率 营业利益 然后外资最近的 近五日的买超 航空有长龙航 华航 台湾虎航 基本上都是符合的 我都算过了 毛利率 营业利益 EPS存益率 都比前一季跟去年第三季 都是成长的 好 你觉得就这航空的三家厂商 这一次能够因为财报 非比较久 股价非比较长久的 你觉得可能是谁 好的 我想台湾股航 因为是筹码的问题 也赚得不错 华航的子公司 那我会觉得说 以后要转上市 各方面提材性很多 今天有公导涨停办 当然业绩面也不错 5.5这个外资也在买 但是我觉得 主力色彩比较浓厚 很多大户主力 就是卡这些啦 我说实在就我所知道 所以呢 你可以跟着 大户主力没跑 你可以去跟着操作 但是今天涨停办 你明天去追 风险很大 那这一波 为什么航空股都能涨 是败长龙航之士 因为长龙航外资 一直在买啊 一直在买 他股价今天44.9 很漂亮 时间再拉长一点 今天大哥像长龙航这种 怎么看他的压力区在哪里 好了 他已经过压 当然前高就在这里嘛 对啊 他已经过了嘛 原本是在这边 应该要休息 有点价量背离 但是呢 这边过了嘛 又有机会挑战那里 但是这边要过去 有点难 所以空间不大 空间不大 所以长龙航来看的话 会不会 因为虎航也上去了嘛 你看一下虎航 今天的股价 是亮灯涨停板 大盘子 他的亮灯涨停板 一样挑战前高 能不能过 我们观察 另外一个呢 直线华航 2610 他有没有比较弱 有 空间可能会有机会补涨嘛 有些挑战前高 可能空间比较大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三加上去之后呢 我就觉得星宇航空很委屈 委屈了 虽然他没有在上面 但是星宇的转机性各方面 也开始在加弱 来2646看一下 好挂牌之后 他之前挂牌之后 看这边整理要沉淀一些筹码 如果是航空的 看好者来看的话 我倒认为说星宇航空就慢慢买 慢慢买 是会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星宇航空 应该是被低估的 OK好 这是航空族群 那怎么看海上跑的货柜 很多人就来了 我一直强调过货柜 跟散装轮是不一样的 一个叫货柜轮代表长龙 一个散装轮代表玉米 货柜轮叫公过于宿 我在这边讲很久 他绝对不会像以前的航海王 那好了 前几天公布阳明跟外海财报 为什么不涨 今天长龙虽然勉强撑着 为什么涨不大洞 也成绩当然很好 为什么大环境的问题 唯一有一个题材 假设川普真的把关税调到很高很高 大家抢运会有题材出来 我说实在的 你不要寄望太多 在这边会有大涨的情况 因为股价已经先反映过财报 那你会告诉我本益比好低 原物料股 紧际循环股 如果你看本益比的话 你就错了 这也是我很少以前发明的东西 紧际循环股 买在高本益比 卖在低本益比 重点看报价 所以他们涨不到 不是说不会涨 你要等他压低下来再买 不要看到利多去追 那前波长龙的压力点 能不能过 我们观察一下 这边一定有压力 最近你有没有看到 BCI指数在狂涨 散庄的指标 带动了BDI指数在涨 所以玉民其实也不错 前三季赚了四点多块 三绿三升 所以我倒认为 散庄轮里面的玉民 极其低 星星或会昂KY 这些个别股 我倒认为 如果你喜欢航运股 航空也涨了 你喜欢航运股 散庄货轮 不妨多加留意一下 散庄会由于货柜 这是在航运的部分 怎么看能源 能源里面 我挑了像永威投空的升位 三绿三升 也有法轮码 其中这些永威投空比较强 今天也相对抗跌 你看这个相对抗跌 量也增加了 只是说也快到前高 有压力虚 有压力虚 所以明天如果冲高的话 正乖力可能大一点 你就不要追高 那永威上去 另外一个威呢 升威 升威 在低廊 那有没有机会反弹 因为泰野三绿三升 有一些转机性 假设第四季 路障的一个幅度 比较大的话 就有机会 那前不久呢 我们可能换个投信 投信看一下 之前投信有买一点点 后来把它卖出来 就是说力道上不强 那外资虽然买也买的不多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来看的话 这跟这个缺口 这个多方缺口不要破 这边会打底 当然就不要追高了 因为没有那么大的量 好 泛能源概念股的重电呢 我倒认为重电 跌过了 整理过了 会有一些些 像东元 或者是华晨 各有指标啦 都是三绿三升 我们看一下东元 虽然能不能一点 有没有均线纠结在这里 我等一个量 法人也在买 如果粗量往上再突破 有没有机会反弹 有吧 横盘整理好久 所以你的压力 停损点在哪边 万一破了这个区间整理 你就走 大概就是年限的位置 季限的位置点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机会 那华晨呢 华晨也是从高涨跌下了 底薪也慢慢打出来了 那我们先不要看那么遥远 你可以看到 它也过了这短期的下降压一线 所以只是说法人的买盘能不能延续下去 这个点是一个多空的关键 不要跌破 应该有机会反弹 毕竟它也有所谓的美国的商机 所以华晨的部分可以观察一下 这是重店 来第三类的 第三类就多了 车店先来看看 车店里面有台达店跟茂联 但茂联涨很多了 我觉得不要追 但台达店呢 我觉得它有很多 包括BPU的题材各方面 它会有机会 只是说外资也买很多了 难做 难做 它已经盘了四个月了 对 打回打回这里 打回这里 最近又是关键 能不能守住 如果能守住的话 不妨可以留意 但是这边的压力点呢 要带突破 过不去嘛 所以你可能在这边收敛三小型 这边来回做 来回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空间可能也不会很大 不会大 但是往上突破就有了 好来 生技族群 生技里面我看到一档叫美食 为什么看它 因为它符合3D3S 我挑出来只有它 毛利率63% 前三季15块 好像也占上了 只是说今天盘不好 要留上一线 有点墓碑线 短线上这根红K棒的 这根红K棒的一半 能不能守住 如果能守住 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法輪也在买 生技族群的美食 来怎么看AI 为什么点情城 拉出来是啥 因为机壳里面 就差3D3S 因为找出8A1年的情城 那位接点也没有很高 因为底也打很久了 然后股价也突破了长期下 这一根红K棒出量的 所以压回这边不要跌破 大家不妨可以去留意一下 我觉得机壳里面 生命连都涨那么多 红索也涨那么多 那秦城会不会有机会 应该也有一些机会 好半导体租群 有一个叫做汉糖 汉糖昨天突破 今天再回去印证 昨天的突破算不算数 算数而且一半都没有 只有三分之一 而且量缩 法人也在买 汉糖业绩那么好 所以我倒认为 汉糖可能是未来这一段时间 半导体设备股的一个指标股 仅限在这边 如果我要跟大家讲 今天11月14号 到年底这些设备股 都会有所谓入账行情 会提前反应的 所以很多的设备股 尤其机器低的 会不会卷土重来 不妨留意一下 太精彩了 谢谢建文老师 请先回座了 这个是所有上市规 企业第三期的财报 在今天全数公布了 包括了今天下午的 鸿海跟广达 怎么解读 今天大哥教大家 用比较严格的方式 三绿三绚之外 要有法人再买 而且在毛利率的成长幅度 不能擦边球 一定要超过双位数 选出了这些 最近在法人的一个筹码 操作策略 用给你做参考了 接下来谈一谈AI 昨天这场AI峰会 孙正义还有黄仁勋 两个人有个炉边谈话了 谈出了哪一系的火花 下个礼拜 回答财报要出来了 接下来AI有哪些新的机会 休息一下明哲告诉您 昨天在日本举行这场 AI高峰会来看到 两大强强正式举行了 一个炉边座谈 一位是软银的创办人 孙正义 一位是回答的创办人 黄仁勋 其实很好玩的桥段是 黄仁勋说 这孙正义曾经是持股 NVIDIA的最大股东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孙正义就很有趣的 靠在他的肩膀上面 假装哭哭 因为真的是卖太早了 但是昨天重点在于 在强强联手 黄仁勋说 软银现在即将又 回答的Blackwell 来建构日本的 AI超级电脑 未来即将提供给 日本的电信用户 5G AI 这可是全球首推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 明哲请您上台来 强强联手之下 将带火哪些台湾厂商 对因为事实上 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记得我好像讲过 那个AI峰会 所以我特别查了一下 10月11号 那时候在华盛顿DC的时候 也是我们谈到的 但这一次的这个峰会 其实跟华盛顿那一场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次到底讲了 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刚刚我们这个驻华 谈到了 黄仁勋跟孙正义进行 卢边的会谈 那最主要当然除了这个讨论 回答卖太早这件事情 因为黄仁勋自己也卖太早 因为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今年那个到七月份的时候 到九月份的时候 有一波卖股票的一个动作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他也探讨未来的AI生态系 以及日本对主权AI的推动 所谓的主权AI 就是说我在我自己的 比如说日本的境内 我用AI所演算出来的数据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应用 这些使用权 然后归属权 到底是归在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还是说我只有 比如说我们在日本研发的 我们就只有日本 可以去做使用 这个叫做主权的一个AI 所以当然这一次的重点 其实是摆在这个地方 那黄仁勋还是有谈到 那个AI发展的愿景 他认为未来的AI是两个样貌 一个是数位的代理人 一个是机器人 简单来讲就是 一个是软体上的机器人 一个是实际上的机器人 这个跟上次提到的 对 是一样的 对那数位代理人 他是以办公室的应用为主 那推出专门为AI代理设计平台 提供专用的函视库跟工具 那增强AI代理开发的灵活性 跟可扩展性 事实上就是现在有点类似 我们在做的那个聊天机器人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数位代理人的概念 那另外在实体的机器人呢 实体的AI机器人 因为他们挥打有一个 这个平台叫做 这个Omiverse 那数位软身当作是一个基础 简单来讲就是 你透过比如说 我们就是用透过机器人看到 就是你所见即所得 就是你人不用在现场 但他感觉好像复制出一个 一模一样的一个场景 那你看到 你在画面当中看到的 就是实际上在现场发生的状况 这个叫数位软身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未来工厂将由 自动化机器人做组成 那全球最大的AI智慧工厂 将于日本落地 所以其实黄仁迅也谈到 一个重点就是说 大家不要觉得 这个AI会抢了50%的工作 你要想的是 你多了50%的人可以帮助你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至于说对于软银来讲 他发展AI的优势 当然除了他跟黄仁迅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之外 因为事实上刚刚除了谈到 那个股票卖得太早之外 2016年的时候 当时那个 其实孙正义也有讲 因为那时候 挥达的股价在相对低档 他其实也有问那个黄仁迅说 我要不要借你钱 你把整个挥达 把它买下来私有化 对然后黄仁迅就说 他很后悔 其实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没有跟他借钱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因为黄仁迅其实对孙正义的 评价非常高 因为他认为说是 包括孙正义把贾博斯 以及这个苹果带入到日本 然后包括了雅虎 也是这个孙正义引到日本 然后包括现在的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所以当然软银的优势 在于当然第一个 我跟回答的关系 其实非常密切 那第二个呢 就是媒体所谈到的 他是有采用 Blackwell的平台 打造AI的超级电脑 那已经开发出全球第一个 结合AI5G电信网路的 户外测试的AI RAM 所以讲到这个部分 大家应该是 应该这样讲 前面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在上一次的高峰会 就已经讲过了 对但这个东西 不能够算是新的名词 但的确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 所以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下 什么叫做AI RAM 好那AI RAM呢 简单来讲就是 人工智慧接入网路 那简单的概念就是 原本的网路 他是透过人在控制 就比如说 如果流量比较大的时候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是透过人工 来做解决的动作 那AI RAM呢 他其实就是把AI 引入到网路的营运核心 用AI的方式来控制 包括你看 他使用机器学习跟演算法 分析网路的数据 预测网路的流量 自动调整网路参数 稍后我们可以举一些 比较实际的例子 来跟大家谈 那这个是AI RAM 那事实上 回答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他其实也跟几个大厂 组成这个AI RAM的一个联盟 那他旗下有一个平台 叫做Aerial 这个是提供 软体定义的加速平台 支援RAM跟AI的一个部分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可以达到什么效果 他可以提升无线电效能 使频谱的效率提升20% 容量利用率 可以增加2到3倍 那可以扩充他的架构 就是说你未来如果说网络有升级的话 你还是可以就现有的一个基础上面去网上去搭 那这个是为6G的技术在做准备 那因此 岩调之一购也认为说 从2035年的时候 全球O-RAM的市场规模 可以达到70亿美元 O-RAM又有一个新的名词 O-RAM就是Open RAM 所以简单讲就是AI加上Open RAM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认为这个富额年增率其实会有大概50%以下的成长 对然后全球电信产值上看百亿美元 那对于电源晶片 ESIC散热跟网通的需求是增加的 好所以讲了那么多 大家可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概念 就是直接来看那个软银的官网上面 他们昨天才上传这部影片 那其实他简单谈了一下什么东西叫做AI RAM 对因为现在的网络的连接 因为大家其实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你现在不要说那个用到AI大数据的运算 你光看影片你对于频宽的需求 其实就大幅度的增加 因为过往大家可能那个脸都看不清楚 但现在都要那个什么1080p 然后甚至那个HD的画质 那过往是这样 这是我透过 这是手机 我透过那个机台机载 然后连接到网络之后 然后比如说你如果要运算东西的话 然后再进入到这个AI伺服器 然后等东西算完之后 再回转网络 然后再回到基站 然后再回到你的使用装置上面 那这个时间大概是 根据他们的影片谈到 是大概200毫秒以上 那你透过AI RAM 因为RAM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 我能够除了可以联网之外 我可以调控那个频宽的效率 就是稍后我们来做举例 那你如果从透过这个AI RAM的方式的话 就是传到基站之后 然后就直接进入AI 然后再回来 大概是20毫秒左右的差距 它有上云端吗 有 它也有上云端 所以这个部分 它其实差别在哪里 你会觉得说200毫秒跟20毫秒 十分之一的时间 其实好像你也没有感觉 不要说200毫秒跟20毫秒 你一秒跟两秒差距 你可能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 但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它希望你能够不要说有那个运算的延迟 其实大家去想一个问题 自驾车 对不对 今天我如果少算 我如果晚了那个几毫秒 虽然可能不一定会发生什么大距 生死交关 如果真的在很关键的时候 你差这几毫秒 它其实就很大的差距 或者是说 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有那个数位软身吗 现在有那个远距医疗 就是医生我可能没办法 我那个名医 我可能没有办法去那个偏乡去看病 但是如果说我有那个环境的话 对那我如果要动手术 或者是说我要去看诊 那有时候你那个差一点点 它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自驾医疗都需要 没有错 那包括机器人 那那机器人的应用其实就非常多 所以这个是AI RAN 未来的发展方向 简单讲就是 我把AI导入到RAN里面 然后去调控它的一个使用 事实上它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例子 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比如说 虽然说我觉得那例子有点怪 他说大概凌晨三点的时候 大家都在睡觉 对 所以那个网路的需求就不会那么高 对那你就可以把那个频宽 去分到那个那个时候 可能使用量比较大的那些用户上面 对当然我知道大家可能三年 都还在滑手机 对那简单讲 他就是看你 比如说你的那个生活习惯 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段用网路人比较多 他可能就去做有效的调控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用的网路人比较少 他就可以去减少我对于那个讯号发送等等 简单就是用AI来管理网路 所以整体来讲大概往这个方向去做寻找 那包括了像是2308台达电 前三季赚10块8 事实上当然这个其实因为大型个股 有时候不能都单纯就是以那个本益比来看 因为他有产业的那个地位在 那最近其实11月份 法人其实也买了1211张 那齐鸿跟双鸿 当然这个是对于散热需求 因为我的运算增加了 我势必我那散热需求就会做增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法人是针对 齐鸿有买超 但是双鸿是比他站在卖房 但现行上面其实差不多的 然后人保的部分最近是 这个买了40283张 然后质益的部分则是买了8723张 然后中壘是负的595张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AI 其实最主要还是以网通设备股为主 那我知道建成大哥在后面 还有一个专门针对网通的题目 那个照我们再这个再请建成大哥细讲 好所以网通我们等一下再细讲 台大应该稍微解过一下 我们解齐鸿双鸿跟人保的技术线型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齐鸿的一个股价 因为事实上如果说 以齐鸿的股价来看的话 这一波的走势的确是相对 比较强劲 原本是突破了一个W底的一个底型 那后续有回撤到颈线 这个就是我们过去跟大家谈到的 你不论是过高也好 或是突破颈线也好 基本上回撤如果能够守住的话 代表那个底型突破 其实还是有效的 所以你看这一波的一个回撤 突破回撤之后 其实还是很快的站回去 那最近期其实你会发现 他大概就在各期的均线之上 而且目前看起来各级均线 其实大概都还是属于那种 比较翻扬向上这样的一个态势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 强势的一个个股 那大家可以稍微留意 就是说当然前波的高点 有一个大概700块钱 附近有一个那种 所以叫小拉力区 那后续大家可以关注 就是我在往上突破的过程当中 这我们过去谈过嘛 就是跳空就不用亮 那如果你是长虹K棒的话 基本上你就要补出 比较大的成交量 去做这种所谓的套劳卖押的 一个换售 好那双红怎么看呢 那双红的部分 当然他的现行上面是比较弱 但昨天的法术会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偏向利多来做 那今天有反应 对今天股价其实是有做反应的 因为股价其实毕竟也跌了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你稍微画一下 突破下降趋势线 对目前其实刚好差不多点到 但是今天的量能 其实是最近期以来的最大量 所以原则上 当然如果明天再跳空的话 它跟五日线的乖离 可能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但是关键其实应该是 在往上攻高的过程当中 接下来的回测 基本上只要突破了下降压力线 回测没有再做跌破的话 其实大家也可以留意 那个短线有没有机会去做反多 最后一档来怎么看人保 对那人保当然是最近期的强势股 这个基本上就是获利跟毛利率 都有出现一些改善 怎么从今天来印证 昨天是换手还是出货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不是出货 因为基本上如果说 你留那么长的上影线 你是出货的话 今天应该就直接下去了 那你考量到 虽然说今天是一根KK棒 但你考量到今天的行情 表现比较弱 我倒是觉得说 这一根长红K棒之后 回测 这个当然稍稍破二分之一 但是后来又很快的站回去 目前等于是在这一根红K 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我认为说 以产业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有比较明显的转折 这个股价其实 加上法人的一个买超 我觉得这个股价 其实应该都还有再突破的机会 好 谢谢明哲 请先回座了 等一下来谈谈债 因为最近越来越多投资人 要说满手美债都被套住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 再加上了末日博士的这极话 更让大家紧张 他说什么 休息一下 朱老师告诉你 最近美债价格四个字解读 跌跌不休 我们来看到这一波从九月 联准会宣布降息一次降粮 先跌了一波 上个礼拜 川普确定胜选了 再跌了一波 绿色的是殖利率 红色的是价格 目前最新美国十年级公债殖利率 已经再度攀升到了4.48%了 还会再跌吗 最新消息是 有末日博士之争的卢比尼 告诉大家 如果这次川普回归白宫 他开的支票都做到 也就是印证有庞大的支出 那糟糕了 再接下来债券卫士 恐怕要再度回归 什么叫债券卫士 市场现在就担心说 那美债的价格 是不是还要再跌 今天有个重责 大任朱老师 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好多人在问 我手中美债套满手 接下来怎么办 先请教您 什么叫债券卫士 好 这其实在以前 大家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我今天觉得你政府的政策 我不满意 所以我借由抛售债券 来修理你 因为抛债券 债券价格叠滞 利率都上去 我逼你政府政策转弯 这叫做债券卫士 那他可以逼得了 可以撼动了整个的价格 代表债券卫士 这群人影响力很大 市场大咖 会在意这件事情的 当然就是市场大咖 可是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会吗 我个人觉得 不会有人跟钱过不去 这是最现实的问题 你为了要修理政府 然后觉得政府政策不对 所以我要跟你硬碰硬 你有办法真的跟政府做对吗 很困难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打个问号 对 那我问 因为川普 其实他自己至少在竞选的时候 他的立场是降息 是比较偏割的 对 没错 降息对于债券 价格应该有机会反弹 为什么最近大家认为 川普当选债券可能会是利空 确实 刚刚做话讲到一个重点 可是问题是川普有很多政策 其实是彼此有矛盾 或者说抵触 好 来我们来看 为什么大家觉得川普当选会利空 第一个扣大公共建设 是不是他选举期间就说 你拜登期间经济没搞好 所以我要把经济搞好 扣大公共建设 一定是其中之一 再来他要减税 上一次他上任的时候 不是也是减税 可是减税的结果 本来想说 我减税你就有比较多的钱可以花 不管是民众或是企业 可以带动经济 事实上便没有 也就是说增加的 增加的经济好处 比你减税的低起来不够 所以你有可能会使财政越来越糟糕 那财政糟糕怎么办呢 缺口当然要发债 所以我们从简单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发债就是债券的供给增加 价格就跌 下来嘛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也都是大家很清楚的 关税的问题 关税一提高 是不是尤其美国一大堆民生必需品 都靠进口 那你要不要价格涨上去 我们就以上一次18年 对中国的贸易战 大家有印象吧 对不对 当时打了轰轰烈烈 可是根据调查 美国自己的调查 其实80%几的进口关税 是美国民众吞下去 什么叫吞 就是被转嫁了 是商权 对 所以你这个关税上涨 你会物价上涨 所以会引起它通膨 这是第二个 大家所担心的事情 第三个 这也是大家所熟知的 移民政策 我要减少移民 尤其这些非法无移民 对 可是 这是美国讲来听 廉价劳工的来源 对啊 你现在所有东西不给移民做 我自己人来做 美国人要多少薪水 我们就不要说 美国现在在麦当劳打工 一个小时时间多少 至少15块美金 所以你今天你不要用这些移工 那很多低界的工作 坦白说没有人要做 其实都跟台湾一样 我们是很多的 我们这些外来的这些劳工 其实是帮台湾做了很多低界的工作 美国更是这样子嘛 那你今天好你都不要 好来 那这些问题又是通膨 又是通膨 那所以当你有通膨 那是不是要再降息就有困难了 那再来就是 如比你所说的这件事情 好 如果真的债券一有机出现的 那就是大家抛债 所以呢 你政府做不好 我要做一次 我强迫你去改变你的政策 可是真的会这样子吗 来 我们用实际的数据跟大家讲 好来 我这时候分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短天期的 一个是长天期的 可是我这次给大家看的一个是 在看债券很少人会去看的分时走势 股市不稀奇看分时走势 债券大概没有人在看分时走势的 对 我为什么要看呢 我就从美国在投票到川普当选 一直到现在 我们去看债市的变化 OK 在台湾大家因为我们债市没有那么热络 所以大家比较不觉得债市有什么重要性 可是不要忘了在美国的债市的成交量比股市还大 所以你去看它的分时走势 其实你更可以看得出来这段时间的问题 你怎么你抓哪一段时间 就是从投票 因为下面的时间走是台湾时间 所以就等于开始投票到开始开票到目前最新的时间 你去看我们这个页面基本上都是短天期的 我们不用一个一个看 我们去抓真的出现最高时间最长的时间 除了三个月期是大概11月7号出现高点之后 你看三个月期基本上是往下的 这是殖利率 对殖利率代表价格是往上的 好可是其他短天期 除了我们刚刚说三个月期不一样之外 其他的你看到近期其实都又在出现高点 也就是说选后的时候稍微上去一点点就下 但是最近都飙高 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没有看到走势都是一样的 所以媒体在报的其实指的是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再去看长天期的 就完全不一样了 也是一样的时间都是分时走势 也是一样 选举还在开票的时候 你看到一度下来 结果确定川普当选整个飙上去 可是注意到我画的这些最高点 从7年期到10年期到20年期再到30年期 没有过高 对 虽然下来再上去其实没有过高 尤其我们是最关心的是10年期 10年期今天其实又上去 好巧不巧 我在录影前我再去看一下 今天的高点居然跟当天是一模一样 多少4.4488到目前为止 今天都只有碰到选后的那个高点而已 根本没有媒体说的殖利率一直在攀高的情况 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债券哪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不就是这样子吗 尤其我们刚说短天期其实都还下来的 好虽然说最近有一些都有上去 可是大家关心其实是长天期 尤其是10年期的债券 好所以你有了这样子一个概念之后呢 你有没有心里比较安心 有 对 好我真的必须要讲 我真的做相关研究这么久 我没看过台湾人这么爱买债过 对 光这两年喔 债券ETF买了多少金额 两兆多台币 都是这两年才冒出来的 好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都在讲ETF 台湾现在ETF大概250档左右 对 债券ETF其实只有三分之一八十几档 可是这三分之一八十几档债券 是全部ETF的三分之二的规模 哇 所以大家可能都看到前面排名的 像00878那个量很大 00506很大 可是就除了那几档以外 其他的前几名都是债券 好所以回过来一个问题 我们刚看到长债跟短债 是很明显的市场不一样 没错 对那现在大概关键的是长债 尤其这波台湾投资人 是不是一窝蜂都买长天骑 美国债券 我们记得我上线来的时候 我们也在谈这个议题嘛 所以你看为什么没有走高 但我必须说目前没有走高 我不敢保证接下来不会 还是不走高 可是我们刚刚说了 我为什么要抓选后 开盘那时候的那个高点 那就是一个关键嘛 你去观察他会破那个高 就算以10年期来说我破那个高 我们上面还有一个更高 叫4.5的天花板 我会觉得你4.5这个天花板要过很困难 对所以也就是说短期有这个震荡 尤其殖利率上去的话 我反而觉得真的是蛮长债的好时间点 反而你认为现在是蛮长债的好时间 因为为什么呢 来我们说当然有根据嘛 来我觉得他为什么不会找高几个原因 刚刚都说川普会花钱 债会很惨 你不要忘了川普成立的这个talkie 政府效率部 对政府效率部告诉你要做什么 我就是要砍预算 还要裁员 所以马斯克就是要找来整顿 而且他的目标是两兆美金 他要砍两兆美金 给大家一个数字 2024美国财年结束 9月底 美国的财政赤字是1.83兆 美国的财政赤字是1.83兆 对 他成立这个部门一口气要打掉两兆 不就变成盈余了 如果打得到 当然我们预期他立刻做到 不可能 这一定是慢慢来 可是很明显他就已经告诉你做这件事情 我们原本担心的财政赤字会持续恶化 他现在这个已经真的成立了 我也任命马斯克去负责了 那你还会觉得真的财政赤字还会大幅扩张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所以如果他做得起来我们刚刚担心他大大扩斧的做事情会有通膨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稍微安心 对嘛 来 再来 关税也是话 台湾尤其是你看昨天央行还特别交报告 很少看到央行这么紧张 可是我必须说 当然川普这件事情一定会做 可是大家都忘了 所有的川普政策如果是内政的 他说的算 对 但是关税不是内政 关税是牵测到全世界 你是WTO的会员国 不是你说了算 你想加税 可是如果你违反WTO的规定 WTO会是财罚你的 2018年就有这件事情发生 而且再来还有什么 其他国家也会反噬你 你看2018年那一次 结果加拿大墨西哥也都反噬对美国加税 中国那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你今天要做这件事情 那其他国家会怎么样 而且就算你要做 还很重要的 你不可能立刻做 这件事情至少拖一年两年以上 那你这么久以后的事情 你现在在担心他干嘛呢 绝对不可能 其他的他都有可能说 我一上台就一定要怎么样 川普是选前讲了一大堆这种话 关税这件事情不可能 所以因为提高关税引发的通膨 现在这个立即的危机 还不用这么紧张 对 好 那再来还有就是 这件事情已经是现在进行事了 对因为川普的政策不就也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选后大家想说 如果开票过程不顺利的话 废的本来要预期要降息的 是不是就会暂停 结果开票出付意外的训利 所以废的是不是顺势降息了 而且大家预估12月还会降息 明年是不是就上一次9月份的利率会议 告诉你说明年可能这样是吗 所以不管怎么样 不管我们未来到底会不会这样 至少川普的要求就是这样子 甚至你看到9月份联准会第一次降息的时候 两毛 对 川普还很生气 他生气不是说怎样 是说你为什么没有得我当选来的降 因为他就 民主怎么会没做过啊 对啊 川普觉得你把我做这件事 你是在帮贺锦丽助选 你不应该做 他不是说不应该降息 而是不应该现在降 应该等我上台 所以这件事情绝对是现在进行事 有数据有真相 一周哦 我们很少看债券看这么短的 你看到一周是不是就是 从投票大选到现在 拍票到今天 刚好多多少个一周 对 你看到这么多都是上涨的 好我们先不要看这里面 我们先看付报酬的部分 来再请导播报 我们看付报酬的部分 来付报酬是从最差的开始排油 只有三党付报酬 最差的也就这样而已 对一周哦 而且你看到这三党里面 中国中国 所以其实跟在没有关联 关联是中国 那只有这 老师你看这还有美国 这一党叫ETN 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商品 所以我们看到 是不是我们直接看最差的 除了这三党 尤其其中前面两党 关键是中国 关键不是在的问题 是大家都知道 川普上台 大家都觉得中国 刷在等嘛 可是你看到下面的 大家所关心的 尤其是美债的部分 对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刚刚是不是短期美债的 短期的美债值率 确实上去了 所以你看到是不是短期的美债 报酬率相对是低的 可是再这么低 也还是赚的 一个礼拜一%多的 以债券来说你要嫌什么 更不要说我们回到正报酬的部分 来 你看到正报酬的部分 前十名都有3%多 OK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再借的问题 实际的数据 我们最差的都抓出来给你看的 那好的就不用说了 来 所以掌握这些问题之后 我们再看到 三个礼拜前我来这里 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说 你应该要买什么 是不是长天期的 投资等级的 不就都在这里 老师再讲你有沒有在店 对嘛 就符合我们之前的说法 它是相对安全 但我们说了 如果你今天敢冒险 你可以去买非投资等级站 但是那是不同级别的东西 我们不比较 如果就安全考量 因为会买赵 基本上还是安全考量 不就这个名单里面 就跟我们当初说的一模一样 了解了 非常清楚 谢谢朱老师 请先回座了 最近这么的拉回 台股已经跌破了上个礼拜 川普在开票之前的低点了 台积电光这个礼拜拉回 足足有5%之多 跌够了没 休息一下 丁恒格格老师怎么说 等一下 先不要走开 前线百分百的观众朋友 好可能要告诉您 我们有新的理财频道 请锁定 Stay Rich小资理财蓝图 欢迎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晚上 会有新的影片上线 投资理财千万不要错过 投资股票好难喔 还要买房买车存退休金 好想要提早财富自由 到底要怎么样 可以增加北冬收入呢 只要锁定 Stay Rich小资理财蓝图 影片每周 会四晚间上线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才可以掌握最新资讯喔